我们现在到了这个Southern Hill Farms 这个是整理在中复了一达奥兰多这个区域 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这样的一个 就是说采摘的这样的一个范 它里面呢 种所有东西都有什么蓝莓呀草莓呀桃啊 还有种各种各样的蔬菜 然后还有这个向日葵之类的东西 每天呢 每年到大概这个二月份到四月份这个季节呢 是这个草莓的才在进 每回都会过 现在大家都在这儿集合呢 因为这个是十点开门 现在是已经十点了 应该可以开门了 人家可以进了 它里面卖的东西还挺多 就是你自己采摘很好 非常适合家庭周末过来来打发时间 然后让小朋友做点活动 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这个游乐场 可以做活动 然后呢 可以这个采摘东西 然后呢一边采摘一边吃 然后就又买 然后等于也是促进了当地的经济 这是一个这个 family owned的这样的一个business 很大很大 整个非常非常非常的大 如果大家就是说在这个区域呢 想做一些family oriented的这样的一些的这个activity的话呢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这个区域活动 可以看一下所有的东西 我们呢每年呢 大概都是三月份左右会过来 采摘点这个草莓 采摘点蓝莓 然后呢一边采一边吃 然后孩子一块也可以玩 然后采梅蓝莓采摘完 回去可以做很多 比如派呀之类的东西 看一下 那里面其实就是说 他们这个干的其实挺苦的 就是像这边是蓝莓 去年来的时候这里面有很多蛇 你会小心些 它这个等于就是说 你过来你自己采摘 等于你打发时间 这个有这个好的这个family的这个时光 同时呢也为当地的这种farmer呢 他们也省着去自己来采摘来做 它这边呢 有一些是这个大部分都是这个有机的这种蓝莓树 给大家可以看一下 而且蓝莓这个东西呢 相比较其他东西 其他的作物 比如说这个葡萄啊 类似的这种 它不太容易一下一起成熟 所以它一般都是上面呢 它先成熟慢慢跑到下面来 所以这个人力成本呢 人力采摘成本是很高的 所以把它变成这种这种self的这个 pick up self harvest的这种这种方式呢 既能节省成本同时让大家可以想了 你看这蓝莓都多大个 可以看一下 然后呢 这边呢 是一片桃区 然后现在在这边大家在排队 排队干嘛呢 就拿那种小盆 这样的话可以采摘蓝莓用 我们的第一站呢 是主要是去采摘这个蓝莓 我们第一站主要是去采摘这个 这个strawberry 这个草莓 而且这边的草莓都非常大 你看 它整个的这个 这个整个的这个 做的真的是很很漂亮 而它这个地方是在这个中西达 一个比较 土著的这样的一个喜欢的城市 叫Clearmont 它这边还有这个 它的Southern Hill Market 它这个品牌做的很好 然后上面还可以吃饭 你看它都是类似这样的感觉 就是说你自己pick up蓝莓以后 到这种地方来接 它会要一下重量多重 你就可以直接对应的价钱 就可以就可以什么 像它这种地方采摘蓝莓的话 采摘草莓的话 都会比市场价格 超市价格偏很多 你也能理想象了 原因就是像这个超市的这种蓝莓草莓 这种作物 它其实有一个采摘成本 有一个运输成本 有一个包装成本 那这块它就没有这些东西 这些都是它的附加产品 附带产品 可以买衣服 可以卖早餐 可以买各样各式的这种纪念品 就是说人家整个是以这个自己的一个 发布这个品牌来做 所有周边的产品 那边就各式各样的小吃 也挺不错的 然后我们可以再往那边走 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一片呢 就是整个的草莓的这个地方 然后你看它比较一个特别的地方呢 就是说如果咱们这么走的话 你可以看到它那边架了一个就是用草堆架了一个东西 上面写这个 就是这个 这里面也可以举办 这个 这个晚会啊 举办这个 结婚典礼啊 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事情 而且它整个的一片你看多大 多多大多大 非常非常的大 然后这边它的吃饭区就是各式各样的这种 food truck啊 小吃店啊 你可以去买 吃饿了以后中午直接来吃就可以 像这种地你都可以整个破席子就可以当这个panic的地方了 然后那边是小孩比较喜欢玩的这个游乐园 配点钱就可以过去玩 这边呢也是啊 他还可以办演唱会 办这个country music 啊 所有这样的演唱会 就是反正他们这边的就整个以这种方式为主的这样的 这样的farm啊 会有一个比较好的这样的个concept 就是你可以在那边举办所有的东西 然后这边你看 你可以买一些fresh的produce 你看这块是应该是葱吧 葱头号什么东西 然后那边有这个菜 那边好像还有其他的藕之类的东西 因为我们是刚开始进来 所以他这边的结账的人员还没有 大家可以看一下 然后你看 这个好像是可以搓澡用的东西 然后这是他的周边产品 小袋子什么的东西 然后这边应该是葱类似的东西 这边应该是葱类似的东西 然后那款是strawberry的check-in的区域 然后在这边去拿盒子 你再可以check-in拿strawberry的东西 盒子然后这样它可以采沾 今天的风是比较大的 你看那边有一段盒子 然后它这个strawberry它分不同的field 你看这块这边的就是field one field two,field three 一直延伸到最近最那头 然后它这里面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东西 就是这个向日葵 向日葵你可以把它买下来 就是买下向日葵来 等花去做 你也可以在那里面去照相 很漂亮很漂亮 今天风是有点大 但是我们为什么今天来呢 因为strawberry这个东西 是今天 今天是3月24号 等于今天是最后一天的采摘季了 过了今天也要strawberry就没有了 所以我们今天就赶着这最后一天 过来把蓝莓给采摘了 不是草莓给采摘了 看这边是ready to pick up let me see 这是什么东西啊 看一下 看这边它是不让你pick的 原因那边还没有长好 但这边已经是ready to pick了 它很多的菜 大家可以看一下 很漂亮 今天应该可能是我们来的比较早 10点就进来了 所以很多人还没有醒 所以我估计等到10点10点半11点的时候 慢慢这块人会多多起来 也是就特别想用一下 像类似这样的一个大的一个范儿 或者一片大的地 你想干很多你自己想干的东西 比如你可以建这个garden啊 你可以种菜啊 你可以种树啊 你也可以整个的把它变成 比如说足球场之类的东西 就是你可以玩的东西很多了 整个呢 像佛里达 尤其是中佛里达 像克里尔蒙的这块的地势呢 还是挺神奇的 就是克里尔蒙的这个地势 相对有一些 绵绵起伏的这种小山这种地势 很不错的地方 好了 然后呢 我们刚才这个 杰米问了一下 整个的草莓的 现在可以采在的地方是field 7到10 其实从field应该是从field 4开始 就可以采了 但是呢你可以看到现在这个field 4这块已经长了很多的这种杂草了 原因是呢 估计这个草莓已经已经歇岔了 已经烂了 所以呢这边就已经没法采了 可以大家可以看一下 你看 这还有一个 你看还有一个 但是它长了很多杂草 就说明这边呢 已经是没有了 我们要去采杂的话 就要从field 7开始了 感觉好像也是类似 就是一季一季的 你看这边 你看这边 可以看到了 可以看到这个草莓吗 你看 这些草莓 就已经烂了 草莓已经烂了 所以它已经没法就没有再放在进行采杂了 要从field开始了 最好的 在这里面 其实最好的一个体验 就是说可以带孩子 带家人一起过来 然后呢 一边摘个草莓 一边吃一点 一边装一点 然后同时呢 这一天就过去了 也可以让孩子感受 就是说采摘的这个乐趣 让他们从小就养成一种 就是说知道这个劳动的艰辛 劳动的这个丰收完以后的这种喜悦感 其实挺好的 正好也可以看一下吧 反正正好是这个做这个 美国这个生活呀 投资这个这种类似的视频 大家可以看到那边 整个的那一边 其实全都被开采出 以前全是 全是这个 这个免岐福的这种 农地呀 或者是山 山丘啊 现在全开采出了 大家可以看到那一头 如果大家可以看到的话 那一边那一头呢 其实 全是开始盖房子 像整个这个周围的这一片 应该未来都是 就是说造坊的这种聚集地 它整个像中佛里达呢 你可以看就是说 我们从我们家一路开车开过来 走这个Avalon这个路的这条道 这条道呢 其实是这个 Winter Garden Kissimi 然后外加这个Clearmont 它这一个比较贯穿的一个地方 它主要是在这个Winter Garden 那个区域 我们整个过来 我们就会发现有很多的房子在建 甭管是Single Family House 还是Apartment Building 建了一堆一堆的 同时呢 像我住的地方在Davenport 我们那边也是建了一堆的 Single Family House和Apartment Building 这边人口永如量 的确是就是说非常非常多 它需要非常多的这种Housing的supply 去 去这个怎么说 给这个demand提供这样足够的这个supply 整个呢 这边呢 这个Clearmont的这边也是在建啊 整个它未来 就整个那一边的去整一边 全是要建这个Single Family House 然后这边呢 有这个Lennart在建 然后这个Deal Houghton Taylor Morrison 所以说就是说 这个整个的这个人口流入啊 它未来的这个整个房地产事业啊 外加房产下的整个的周边的这个这个环境周边的这个Activity啊 它未来都是可以跟上能可以过来 我们看可能看到它这边很多的杂草 然后上7这边以后呢就会好很多了 而且整个呢可以开始采了 我们就往到最最底底部的这几个去 把它摘一些 然后今天摘完了草莓以后呢 我们再去pick up一些蓝莓 这样的话 这个今年的这个采摘季呢就差不多了 你看它这块已经写了嘛 这边的这个Field已经close 已经close好 看一下 The field is close 已经这边已经关了 开始从这边开始了 一大片一大片的 让大家看一下 比如说咱们找几个草莓来试试啊 看 我进到了这个L里面 看 这是一个 看到吗 这是一个草莓 嗯 很甜 非常非常的甜 你看 这小草莓 也很不错 今天就是风大 没什么人 嗯 很甜 的确就是草莓的成熟鸡 每个草莓都非常非常的甜 好了 我们准备开始摘草莓了 然后一会儿等了才摘完草莓 让大家看一下我们采摘的这个成果 然后我们一会儿再去这个蓝莓区再去 践踏一下 好 我们已经摘了大概三分之二分之一盒了 先这样看一下这个 它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栽培的这个技术 它应该是把所有的这个草莓啊 埋到了 埋到了这个黑的布底下 然后底下是沙子 它应该是一剂一次的 一剂一次的 然后呢 就是它整个的它这个这个整个的它这个呃 技术 它整个这个露一圈 然后那块应该是会保温 然后呢 你可以看它这个 这个在某一个点它应该会有一个喷水的一个东西出来 看一下啊 这边没看见影响 它应该在下面 看一下 它是应该在某一个这个这个上面呢 它会有一个就出水的这样的一个东西 然后呢它自自动的浇水 它这边应该是没有用过任何的农药 全都是应该有机的 所以你看有很多的杂草在一块 然后它整个通过这种方式来灌溉 就等于实现了所谓的自动灌溉吧 这样的话 你不需要人太多的干预 这样可以节省这个人力成本 看一对小朋友在那块 小朋友在那边玩 慢慢慢慢人多起来 这边一片都是 看这个小草莓 挺好不 看一下 小草莓 草莓 草莓还是挺多的 就是有一些就是它不是特别熟了 有些它是熟的 然后你要挑好 像我们就是一般情况下呢 看这个特别熟的 如果熟透了 你就吃了它就好了 然后呢 看看这种比较熟了 还没有就是说 over这种 瑞盆的东西呢 就给它搁到盒子里 现在人多了 你看看 人多了 然后这是Field 现在这是个Field吧 那边是Field 那边是Field的酒了 所以它们这个就是说 从整个的灌溉理念 这个栽培理念 它其实是尽量的节省人力成本 看这边的葡萄 这边还不错 看这边 这个葡萄不错 看这边这些就已经死了 就是说是泡了 看这个也不错 然后这边也你看很多很多 然后呢 像这边的话 一般情况下呢 好像我们采摘完了以后呢 就会在周边找一个这个吃饭的地方吃饭 在这边一个非常不错的这个BBQ的餐厅 已经开了有几十年了 很老派的一个餐厅 就今天去整个采摘完以后 大概十二十一点半左右 我们就去那个餐厅准备去吃个饭 吃完饭以后呢 就回家休息了 好了 我们已经摘完了 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成果 这是我们摘完一箱的这个葡萄 然后现在呢 准备去结账 结完账以后呢 我们就去蓝美区再去晃荡荡荡 剪点东西 你看现在这已经开始多了 已经开始多了 结账的地方就在前面的那个白丝 那个那个亭子里面 好了 我们现在就准备checkout了 这是checkout的这个strawberry Jimmy已经在前面了 看他们那一盘 然后这个就是家族节 你看这里面住的小孩子 全都是家人 然后呢 也有一些可能是volunteer 就是过来帮忙的 主要是家人居住 这块卖菜在 三块钱一榜最后是将近十五块六十六 十六块钱吧 嗯 贴了一个橙色东西就说明已经见面帐了 就说明已经见面帐了 其实 好了 我们就从这个strawberry这个区域走了 我们就去这个strawberry去了 录取的人多了 很多人慢慢来了 特别特别好 特别特别适合家庭 能过来一起拆这点东西 过来玩一天 那边好像已经可以玩上了 那边那个 就这个 游乐园 好了 我们这个strawberry 今天的这个采摘计划 就圆满结束 现在就去看一下blueberry可不可以 好 现在呢 我们刚从那个tracking的地方 拿了这个小的这个桶 准备 pick up这个strawberry 它现在是一到五 然后六 一到五 然后七到七到九 这个fuel的是可以 如果你要想吃比较甜一些的blueberry呢 那就在七 再往那边来 再看一下 真的它这有两个比较 有历史感觉的车 休息斑斑 这很漂亮 然后这个top roof呢 你可以上门喝个咖啡 吃掉branch 然后在这边休息 这已经有人开始在采摘了 对吧 很多小朋友应该家庭一起了 然后呢 还有它这个地方呢 有一个就是这个live的这个music 尤其是周末 它会一直唱歌 这样的话你就有一个非常惬意的感觉 这边还有扔沙包的这个游戏都可以玩了 这一个大型的游乐场非常适合家庭想法 看一下 刚才是从那边去的去采strawberry 来唱歌 来 好我们现在就准备要采摘了 看看一会儿我们能摘多少 看它这个农场很大 就当那头了 这边是它的这个购物区 里面卖honey啊 买衣服啊 买其他的小配饰啊 然后呢你也可以买一些小吃咖啡 直接上到上面去 好了我们就准备在这一区开始摘了 这个呢就是这个soulson hill farms的它所有的blueberry的这个field 我们呢准备是去扒 因为扒的这个会更甜一些 成熟的更甜一些 所以我们准备去扒 当然在沿途路上呢 如果有甜的这种blueberry呢 我们也可以摘一些 看那边的那条路呢 就是我们开户那条路 而那条路的再往右 再往它的左边 再往里走的话 就是很多新的这个楼盘 在建的楼盘了 人现在多了 多起来了 看 这个blueberry就是它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呢 就是它不会像葡萄那种似的 它可以把它做成统一一排 这样的话你用机器去收割呢 它更方便 所以它人力成本就下了 而blueberry它就是整个哪哪都长 所以它有成熟的时候都不一样 你比如咱们举一个例子 你看这条这个树上 那不同的berry它在一个这个cluster上面 它有不同的这个成熟的这个level 所以就说采摘blueberry这个人力成本是非常非常高 这是为什么blueberry它特别贵的原因 像一般情况的每年大概五月五月份左右呢 都会就是农场很多农场都会找一些墨西哥人过来来摘 采摘这个blueberry 然后呢 降低它们的人力成本 然后呢 把能摘的blueberry都摘了 看 给看一下这个blueberry 看 很甜很甜 很甜很甜 这个blueberry很甜很甜 非常非常甜 那blueberry呢 那我们可以怎么做呢 blueberry里面的这个抗氧化的这个 这种物质非常多 这个antioxidant的呀 比如说phenolic compound的非常非常多 总之blueberry呢 会对你的整个的身体内的这个抗氧化的这个机制有好处 同时呢 它会调节整个你肠道内的菌群的这个分布和菌群的这个数量 也对整个人身体非常好 那而blueberry呢 你可以先吃 你也可以把它做成酱 同时呢 你也可以把它酿酒 像这边呢有大概一两个form 它会酿blueberry 这种blueberry的这个wine 那它的成本就会很高了 好 我们继续往前走 非常甜 这blueberry 非常甜 这blueberry比这个 比刚才那个strawberry 这草莓还甜 那些 你看 非常好吃 你看它多大 整个这一片 这个整个这些区全是它的这个blueberry的这个 这个field 然后同时呢 它不同的区域种植的blueberry的品种也不一样 所以它的成熟的时期也不一样 这就是他们也其实他们在做他们的这个整个的规划的时候 它也非常聪明了 它不想让所有东西在统一起成熟 或者同一个时间段成了这样的话 它的这个人力custle会非常非常高 所以它可以种不同的品种 让它的成熟期不一样 这样的话它可以持续一个比较长的时间进行采战 看也同样是你看它每一个地方都立了一个类似这样的这个出水的东装置 所以呢 从整个人力成本上讲 这个出水桩 你不用自己叫了 整个的就 可以通过这个 灌溉系统直接把这个水搞定 而且它这边的这个blueberry呢 其实也是大部分情况下 几乎都是这个这个有机 有机的blueberry 你看这边它就是一个一片橙色群 你能感觉这边这个blueberry应该是新出没多久 同时它的品种应该跟这边不一样 非常甜了 这个地方就是说如果大家真的有时间的话 或者就是说有你在你附近的地方有这样的这种农场的话 其实真的周末时间找个地方逛一逛 是非常舒服非常惬意的 尤其是现在这个天气 像佛罗牙现在这个天气呢 三月底又不是特别的热 然后呢你穿个半截袖 整个呢在外屋外活动活动 舒服筋骨 采摘采摘点东西 非常非常好的这个度假时光 好了我现在就说到这了 准备开始 采摘了 然后采摘完了 大家看一下我们采摘的成果如何 好了 该到我们了 他这边结账的方式呢 是他用这种塑料的盒子 Jerry 给它给我 那这款呢 他是把所有的蓝莓装起来 然后呢带到前面这个位置 去称重 然后结账 Thank you 这块结的话它就会非常跨 因为它都给你装好了 还有两个结账的地方 这块有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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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字幕 李宗盛 现在到这个街站的地方去 两个个到上面去 现在是 五磅 然后是七百钱 好了,我们现在已经结婚账了 然后就准备出去了 你看大家,我们现在大概是十二点了 你看这里还不愿意不愿意往里走 然后 几乎全都是一个家庭 几乎全都是一个家庭 几乎的一群家一起 五六个三四个 一起过来 待一天 中午这会儿就可以吃饭 然后也可以在这玩 然后菜摘点东西 喝点东西 然后去这游乐场里面 小孩玩玩 姐姐妹们一起 看这边在照相 然后 这个 Soulson Hill 这个Farm 它有自己的一个大的一个 就是买卖 这个produce 就是新鲜水果的这样的一个 像是超市的这样一个东西 然后还有这个Gonzila 大猩猩 然后还有这越野车 然后那块儿还搁了一个假的鳄鱼 太阳湖里面假的鳄鱼 很好玩 你知道为什么这个地方 挺受当地人欢迎的一个主要原因 就是 你看这块就是我说的那个车 它是可以租的 好了 我们到了这个Farm的这个入口了 然后我们就出去了 今天这个简简单单的两个小时左右的时间 这个位置 正好 大家再看一个全景 好